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江文哲 今天呢 我 不是来谈恋爱的 但是 毕竟 我爱你哦 李淡 我真的没有抢你代言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看看你的婚纱照 尴尬 那些post怎么摆的呀 跟我没关系真的 一看就知道 你没有在镜头里谈个恋爱 对吧 我都非常有经验 我跟毕竟从恋爱跟我结婚 从头到尾 交给节目组 有人说 我们把婚姻赚钱工具 但杨子 就不止这样 他不断地给老婆接戏 不接对的 直接跪的 所以呢 对于杨子来说 婚姻不是一个 赚钱的工具 老婆才是 女男伟大哥呢 我们很熟 他看起来特别年轻 因为他有一套 自创的独门气功 来保养身体 练的时候呢 两个腿要弯曲 细成淡田 瘦颈 臀部 然后感受 哎 就是赞马部门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子 小时候呢 他爸爸经常辨词他 以后 得给我们杨家长脸啊 那从此以后啊 这个脸长得 一法不可受使啊 哈哈哈哈 在场的人 可能 我是最没有资格说人家 长得丑的 因为在网络上 很多人也说我 长得很凶 有家暴脸 那其实我很无奈 就是 你们说我长得丑 我没意见 但 你们总不能说我长得违法 对不对 张伟烈呢 在擂台上非常猛 喜欢迅速地KO 把对方KO 他这样呢 可以避免对方 遭受到很多的痛苦 这方面呢 丹哥跟他特别像 丹哥为了避免对手拍戏太累 直接帮他们所有的戏份删掉 那功夫演员之间呢 是有辈分的 李连杰是我的师父 吴京是我的师叔 丹哥呢 我们都在时尚还体校练过 他去得比我早 算是我师兄 那当年杀活狼的时候 我这个师兄啊 把我的师叔打得 打断了四根棍子 当然我们用功夫演员来看 是很正常的 那用我们的话来说 这叫气势灭祖 说到功夫就不得不提 攻守到这个短片 这个短片集合了几乎所有武打明星 除了鼻子很大的那个 那丹哥也在 我也幸好也在 当时我师父李连杰就说 大家男的聚在一起 你们当中谁跟谁有过节的 就拥抱一下 一笑免恩仇 那丹哥听完以后 立马第一个 从第一个开始爆 一周以后 我们正常开机了 丹哥呢 真的很热爱功夫 去年我爸爸过生日 那徐克跟杜琪凤导演 在台上合上 男儿当自常 就是那个 哦嘿 哦嘿 满城楼 那个就是为了 把李连杰引上台 给大家打套拳法 结果没想到 李连杰没反应过来 丹哥跳上去了 呼呼 把拳打了 把我爸吓坏了 他心里想 他果然好爱唱戏啊 等一下 我吹蜡烛的时候 他不会把我的怨也许了吧 好了 说了那么多 其实我都是开玩笑 丹哥和各位 都是我非常尊敬 喜欢的前辈 我从小到大 都喜欢爱看武侠片 叶问 王飞鸿 丁丽 都是我的偶像 张伟丽也非常厉害 如今 我也成为一位 武打演员 我觉得没有他们 一定没有我 今天我想通过这个节目 对影响我很深的前辈 说谢谢 谢谢宇宙特强 向王强 我家境确实不错 但我也真的是 非常努力地 想认真做一名演员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 我叫向左 非常有趣的 非常有趣的 大家好 我是李弹 当初刚开始做吐槽大会的时候 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破玩意能做到第四集 也没有想到池子居然会有一天决定不再顾吐槽大会了 最想不到的是张老师却决定一直顾下去 我们脱口吐槽大会都没请他 他居然装作无事发生 就回来了 谢谢张老师 感谢你的回来 谢谢 想不到的事很多 想不到的事很多 我小时候炮酷向天看港片的时候 怎么也想不到 有一天我要吐槽上海滩道搞大丁丽 李小龙的师傅叶问 还有向华强先生的儿子向左 我就感觉一个人在单挑港片世界黑白两道 我要打十个 向左 恋爱综艺小达人 跟郭碧婷从相恋到结婚 上了三个这个恋爱真人秀节目 人家这恋爱谈的一顾都有人给钱 其实那几个恋爱真人秀呢都找过我 我还犹豫呢 我还正在犹豫 趁着我犹豫的时候 向左 抢先降了价 都接走了 我是非常费解的 大哥你不是富二代吗 你怎么回事 你缺的是钱吗 你不是缺爱情吗 你干什么你 谁做这行不缺钱呢 行行行不太了解你们家情况也不敢问 都行向家都是对的啊 不过没关系 他抢走了我的几个综艺节目没关系 但是随后 他又抢走了我的 婚纱旅拍的代言 是的 没有错 向左成为了我在电梯里的接班人 我刚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真的是有点高兴 虽然是不能再继续服务客户了 我是有点难过的 但是我一想到向左将要经历什么 我很难不开心 朋友 以后在大街上呢 你再被人认出来 就没有人喊你的名字了 他们只会看着你说 想去哪拍 想去哪拍 终于要告别这个噩梦了 很开心 杨子 河北省著名的企业家 有钱人真的非常有钱 有钱人的生活呢 咱也不太懂 他干过一个什么事呢 他有一个去瑞士定做的特别的名片 就他这个名片里啊 内置了各种袖珍的工具 什么圆珠笔啊 小镊子啊 还有什么螺丝刀 就这么个破玩意儿 还要去瑞士做 你们河北就有一个人叫手工梗 你认识吗 杨子呢 人家有钱人也附庸风雅 搞古董啊什么的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自己讲话非常优美 非常喜欢使用成语 他自己说的 他说如果在谈话中加入成语 就能达到一种雪中送炭的作用 同学们啊 我们来一起赏息一下 这个雪中送炭用的对不对 他应该是想说锦上添花 但是用了雪中送炭 就造成了一种化蛇添足的效果 你这个呢就是 胸语点墨 卖弄风骚 作茧自负 干干尴尬 一堂简单的成语课送给你 最后这个成语啊 是我刚刚发明的 干干尴尬 这个就是用来形容杨子这个典故 以后你们翻开字典就看到 杨子用成语破折号 干干尴尬 喜不喜欢 可以抠出你名片的秀真笔记一下 记下来 张伟丽 一个可以打十个真子丹的女人 你们看过那个 他们在网上的瓶盖挑战吗 很厉害 他跟单哥都是蒙着眼 一脚就把那瓶盖踢开了 确实是有功夫 但是我不服 我就跟他们商量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 我们在现场 我敢把瓶盖放在杨子的头上提 而且不需要瓶 我说你们敢吗 大家纷纷都说敢 就连63岁高龄的吕梁伟老师 也说敢 他还说敢提两字 聪明的张绍刚老师说 我还敢让杨子叼在嘴里提 杨子 这个就叫众星捧月 真子丹 不容易 不容易 出道很多年 大家从小就看他的电影 但是他一直在演配角 反派 直到43岁才大红 红到大概47岁的时候 战狼上映了 你们发现没有 就是我们的功夫巨星 是有一个传承的 李小龙 成龙 李廉杰 真子丹 吴京 一人一个时代 但是真子丹在其中呢 就很像一个过渡时期 短暂而又不璀璨 唐宋 原明清 真子丹在这里面 代表的历史时期 是五代十国 历史的车轮 化身成吴京的样子 吴京呢 在真子丹身上碾过 只留下了一串正能量 在空中回到 单哥 说了说 单哥的这个动作片 确实很好看 杀破狼的 有一场巷战戏 我每年都会重看 就是把吴京一顿打 特别厉害 但是现在我们 在想看吴京和真子丹 对打呢 就不太可能了 吴京呢 就不跟真子丹打 真子丹碰瓷怎么办 吴京一打 真子丹躺在地上 哎呀来人呐 战狼打人呐 不给我五十亿票房 我就不起来 来 真子丹早年 成立电影公司的时候 他自己拍过一个电影 这是真的 他自己拍过一个电影 叫战狼传说 这叫什么 啊 这叫 这叫什么 杨子 这叫什么 这叫一语成衬 一个课后练习 这太狠了 写一下 趁不会写 可以写拼音 叶问 但是叶问确实演得非常好 那个角色也深入人心 而且我觉得 叶问这个名字 一听就是一个武侠 很酷这个名字 叶问 叶师傅在他的武学道路上 苦苦地追问 会是谁 究竟会是谁来扮演我 真子丹 还有谁 还有谁来扮演我 梁朝伟 梁朝伟可以 梁朝伟可以 说这些呢 其实今天是很感动的 站在这里非常感动 我们这一代人 港片就是我们的回忆 共同的回忆 宇宙最强 真子丹 还有吕梁伟老师 还有向左代表的 向氏家族 对不对 直到今年都会觉得 你说你一年 看不到一部优秀的港片 你都觉得 这年白过了 而今天来的这几位呢 今年也都有作品要上映 大家也都非常的期待 谢谢大家 我是李丹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郑李丹 我呢 就拍了三十多年的动作片 今天是我最想动手的 最想最想动手的一次 张伟丽你别动 你别动 其他人都可以过来 向左 就我向你爸问好 向左呢 其实是我们影坛 未来的动作巨星 大家都说 他能有现在的成就了 完全没有靠家里的 说他靠家里的人 都给他爸 带着几十个人 拜访了 他爸爸妈妈 其实是非常特别好的人 也帮过我 向左呢 真的绝对不靠家里的 靠的是郭碧婷 靠家里的时代 捧捧啊 他现在呢 拍电影啊 和我 我以前一模一样 都喜欢露肌肉 但是呢 我觉得他比我更过分 他演那个什么 风神传奇 传奇里的雷震指嘛 戴着一双的大翅膀啊 却光着身子 为向左 你到底是在演雷震指 还是走维密呢 有人说 向左没有天赋 那我觉得呢 天赋和热爱呢 他至少 很有热爱 我是从小练舞 他 向左 25岁才起步 开始练舞 但是他很 非常成分 听说你每天 要练 大概八个小时 对吗 那有一次呢 他受伤 要打半年的石膏 向左一听了 哇 打石膏 半年都不能练 这样的石膏 我要打十个 我不说你呢 向左 再说你的话 你爸得拜访我了 吕哥是嘉宾里 我最 最熟悉的一个 我们两家 关系非常好 经常在一起 吃饭啊 他给我说了 一个秘密 他说 他儿子 非常喜欢我女儿 喂吕哥 我万万没想到 我把你当兄弟 你却把我当亲家 下一代的事 我们怎么能做主了 我们还是得回家 问老婆嘛 吕哥呢 80年 拍了一个经典的电视剧 上海滩 他特别喜欢上海滩的主题曲 每次去唱K了 他都要抢着那个麦 唱那个主题曲 唱了40年 搞到周恩发都不敢来 本来这一次啊 我想请那个周恩发来的 我说发哥你来吧 他说 你能保证 李良伟 不唱 上海滩吗 我说 不能 发哥 哼着上海滩 就走了 龙奔 龙奔 龙奘 龙奘 我们两个都演过同一个角色 博豪 他演的就是这个 91年的版本 我演的是王金导演 2017年的追隆 那么观众呢 有时候都会 对比我们俩 谁演得更好 很明显 我演得比他好 为什么 当年李良伟 博豪只拿了那个 镜像奖的提名 我演的 连王金 都没有被骂 甚至还获得镜像奖 提名者 吕良伟的力挺 我和那个杨子合作过 我们第一次见的时候 他说 他很多朋友 自己微信里 有两万个好友 人脉广 要帮我宣传这个 叶文山 结果 他三天 就宣传完了 宣传方法之一 是向两万个好友 群发的宣传海报 别问我 是怎么知道 因为他也群发了给我 然后又撤回了 张伟丽 我看过你UFC的视频 真的很厉害 很震撼 专业就是厉害 今天我没有跟你动手 不是因为我尊重你 是因为我怕你 确实 有点慢 但是都挺好笑的 确实 之前有一个练 永春的 和一个练 MMA的比武 输了 那好多人呢 想让我出马 代表永春 赢回来 我说 我代表不了永春 我每一部戏 都演不同的门派 我这一次是演那个 叶问 我是演叶问 我不是叶问本人了 你可以去问问梁朝伟 他可能是叶问本人 好了 说了那么多动作明星 我们来说个文人吧 李旦 李老师啊 是个文人 他说自己 你手无腹肌之力 喂 你都没有腹肌 怎么会有腹肌之力呢 喂 导演主告诉我呢 只要说这种笑话 你就会难受死了 喂 李旦 你难受吗 王建国 说我要杀个人 我呢 拍那个冰封侠2啊 上演后 评分很低 剧组就发那个微博 说我是那个 西班改台词啊 不配合 我明明演的是冰封侠 他们却让我成了 背锅傻 我说我要发 那个律师函 他们立刻把那个微博删了 就这样了 张绍刚说 冰封侠如果没有我了 评分可以有多少 八分 我也希望没有我 但是一部电影没有我 多少分跟我 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说 之前有新闻说 我和吴京拍那个 《沙泡狼》的时候呢 我打他 打断了那个四根的棍子 我跟你说 那个是专业的道具 打得不疼 不痛 然后一打就断了 我们都没有放在心里 网友都放在心里 其实前段时间我拍戏 吴京还来探班了 我心里特别高兴 我说 我赶紧迎上去 我说 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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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你 来就来了 还戴什么棍子了 我们是朋友嘛 中国有句古话 文武第一 武武第二 经常有人比较我 吴京 李连杰 谁最厉害 谁最厉害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们三个人加起来 都打不过马云 马云才是真正的戏霸 是的 那我理解的戏霸 不是贬义的 我觉得 我们这个艺术创作呢 就是要有自己的坚持 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想法 想做个好人太简单了 但是 就会没有办法做出有品质 只有要求的作品 戏大过天 那么 这个事情呢 我跟江文老师 江文导演也探讨过 那江文很认同我的想法 他比我还霸道 他说 子弹 我很同意你的想法 而且 我觉得这个想法 是我的 曾经拍戏的时候呢 我和别人 就因为这个 这个坚持 就闹得不愉快了 在网上 被传得 沸沸扬扬的 但是 这个 并不是 所有事情的 像她们妹一样 规则清楚透明 书 就是输 赢 就是赢 我认为我们做演员 先做人 人品 作品都很重要 所以我很信心 很多跟我合作过的人 还愿意继续跟我合作 毕竟 不愿意跟我合作的人 都会 失去了 与良伟的力挺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十二月二十号 一万四全国上瘾 这次可不止是一个打十个了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大家 我是曾子丹 大家好 我是吕良伟 是的 我是今年六十三岁 但是看起来 是不是还是很年轻啊 你们知道 我这么多年来 都在锻炼 一直在专心做一项运动 力挺 真吃蛋 向若 是我诗子 其实他去当打星啊 是他爸爸让他去 都二十五岁了 才逼着他 开始练舞 非常辛苦 我经常问他的 我就想说 你都二十五岁了 还怎么听你爸爸的话 你就那么怕他吗 他反过来问我 难道 你不怕他吗 我当人怕他了 所以到现在 我天天在练功 在锻炼 他爸爸呢 捧红过很多很多人 唯独自己的儿子 怎么捧也捧不红 这说明什么 说明 那些人可能 确实该红 跟他爸爸 并没有什么关系 你们听听啊 他爸爸捧红的 都是那些谁 周润发 周星驰 刘德华 这些人 不要说是他爸爸 我爸爸都能捧红他们了 我呢 跟杨子合作过 在那个 新水浒传里面 我呢 就演曹盖 他演松晖中 现在回看啊 我觉得他演得一般 但是在那个时候 所有人都说 有史以来 这一版松晖中 是最好的 为什么 没办法 因为他是这个 剧的投资人 今天啊 我们在现场 有个最能打的 叫张伟丽 张伟丽 我在看过他的 那个打 确实厉害 非常棒 但是我听说他 现在还在为自己 争婚了 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怎么没有男孩子 去追呢 现在的小伙子 怎么了 啊 就这么怕死吗 幸好 我结婚早 不过伟丽啊 虽然大家 在看你环境 但是你对爱情 还是要充满信心 要相信未来 总有一个男人 会对你好的 你不相信直觉 都应该相信 女人的直权 我跟直达呢 是二十多年的好朋友 有一次 慈善活动 他们家 受了不公正的对待 他发脾气就走了 有人说他在耍大牌 但是我知道 他不会耍大牌 也没有发脾气 既然他要走 那肯定是他老婆 叫他走的 郑子丹不容易啊 熬了很多年 终于等到夜问 那演到夜问二的时候 他就跟大家说 他不再演夜问了 他觉得一个好的演员 不应该局限 在同一个角色里面 但是后来 什么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他又演了两次 他是终于想通了 他不是一个 什么好的演员 那直达呢 确实是个 非常优秀的舞打演员 在我们这一行 一个演员红了 难免有很多争议 我会一如既往的 力挺真子弹 但是子弹啊 我还是希望你以后啊 少一点这样的争议 我年纪大了 快挺不住了 谢谢大家 我是吕凉伟 好 好